玄学是什么? 玄学是对道家的表达,可以说玄学是道家的一种分支或改进的一种。 玄学有三种意思,首先它是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主的一种哲学思潮, 其次是指中国古代研习道家学术的学校,最后是指佛学。 玄学是道教哲学上的一个用语,产生于魏晋,指的是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以老子为研究核心的哲学思潮。 玄学即玄远之学,它以祖数老庄立论,把老子、庄子、周易称作三玄。 玄学又称新道家,亦称行而上学,也可以说是道家之学的一种新的表现方式, 其思潮持续时间自汉末起至宋朝中叶结束。 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。